店家都還沒開門 大叔已經捧著吃起玫瑰花來告白 但這一點都不浪漫 因為店長豆花妹 認為這名客人示愛是騷擾 而且不止一次 男子不止言語騷擾 還拿著家當守在店門口 說要住進豆花妹家 你也聽不懂警察意思是不是 你這樣算騷擾 明確告知男子卻一再騷擾 店家只能報警 男子一再來店家站崗騷擾被害人 去年十一月八號桃園地院合法保護令 要求男子一年內不得再靠近 跟踪騷擾豆花妹 但在保護令下來前 男子一個星期來四天騷擾 捧著花說要追求豆花妹 當事人明確表達 被在跟蹤騷擾 並且報警 但料金男子被警方帶回後 當天晚上又來了 桃園地院審理後 日前依照根騷法 判他兩岸合併執行 拘役45天的醫科法金 現在就換到別的工作去了 因為後面又有遇到一個也是這樣的人 其實怪怪然後說要找他什麼的 有沒有其他方法就是 因為你放他出來 他還是如果真的 就是會這樣做的人還是會再來這樣 大叔想追求忘年之愛 造成當事人心生畏懼 豆花妹一再被騷擾 最後選擇離職 只盼每天出門工作 不再提心吊膽 再次選擇公眾說